马上进入大海道了 采用了全新的底盘架构形式 而这种底盘架构形式 让它综合性能更强 稳定性更好 车的整装性也非常棒 今天开的时候 几乎没人是认可杂音的 车在走这种路面的时候 它的绿绿效果 包括湿度 包括本身带来自信感 非常强 在大海道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 满是这种大的历史 可能这种区别于沙漠 但是它对于大的考量 就对悬架提供 我们需要开这种路的时候 悬架之后 一定不够扎实才可以 整车的大量的有油脂胶套 也让车在整地反馈上 做得非常棒 它的前段的表现 是稍微会柔和一点点 当你身材油门以后 它的爆发力瞬间出来了 也就是说我们在一路上 扑装路面的时候 它已经表现动作非常伟大了 今天我们在这种路上 也对于控制 提供更大的要求 所以我们就当油门 踩下去之后 走这种路 太轻松了 我们现在在这种 大的历史上走一走 这种历史路 对悬架要求很高 并且在脱困能力上 各方面有提供 很大的要求 车的表现非常棒 放松完挺稳 所以这种路看起来挺平淡 其实它松软不一样 所以说有时候在骑 速度特别快的情况下 它很容易就有一个大的颠簸 其实这种地方 一定要注意那种暗坑 因为暗坑比较多 所以开的时候要多加注意 这些暗坑的出来 开的慢一点 走一走 其实整车的也归同于 这个超级无敌的全价 现在要让这个车在 通过能力表现非常轻大 所以说是多别型的表现 给图是看不到的 整车支撑度非常高 因为我们在这种路面机 比上你非硬太阳 也是很少赶来这种地方 当然对于放盒子的 第五代圣达 它也就太轻松了 因为它我们开启了 沙丁模式之后 它的整车的表现非常优秀 尤其在这种 图会能力上有的很好 当然这种轻松背后 更多是我们对一个品牌的信赖 其实我们现在需要成长 所以一个品牌 可带来的这么长时间 这么大的销量 带来的它的稳定性 和成长的那种状态 很重要 所以说我们今天 喜欢这个车的原因很多 当然更多 它也愿意为一个车 在银河用户方面 做了更多的牺牲和努力 这个车 刺达对于北京 现在的经典车型 它太有意义了 所以今天我们开这个车的时候 各方面也考量了它的表现 是一个中和表现 还是非常优秀的 一个放盒子车型 其实我们现在 又说回了放盒子 当下的选择放盒子车型 太多了 所以说 我如何来衡量标准 而我觉得这标准 一直是比较模糊的 因为我们在说到放盒子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 只要外观放松放脑 就觉得有点意思了 其实我觉得衡量 放盒子车型 对大的标准 一定要有一套 自己去更整合的 更完备的评价体系才可以 也是说 不是所有的车企 都可以自己做个放盒子 出来的 所以最近放盒子车型很多 摔一摔 选一选 你发现 能够有足够实力 做放盒子车型 企业 为数不多 就那几个 但是很多也得传出做 但是销量表现 各方面都不是特别好 刚才又有个新购 车的整体支撑度非常不错 比如说 做一个 提向于这种城市的 SUV的 或者承载式车 这种都不带大量的车型来讲 它表现得非常优秀了 这种路面 一定要注意 就不要太别快 保持 适度的 这个速度 就可以了 特别快 因为 我们看 对 那样呢 就对车的 虽然比较大 但是虽然我们也 去颠了几回 炸钉线了 但车的表现 是一如其忘的 稳定 作为一个 全球化造车的 一个品牌 它各方面 都具备了 强大的动物素质 虽然对于它来讲 并不用需要 更高的成本 但是 就因为 这样 它可以更优质的 更不错的价格 来提供给我们 带这些表现 当然我们还看了这车 你看 方船造型里边 刚才说到了 它是一个 为数不多 能控制好 它的 分数系数 只有0.3 这是非常难得的 一件事情 正因为这样 有耗的表现 包括外观 也非常起磅礴的感觉 非常感觉 我特别喜欢 这是个护尾部 这个尾部的设计上 也是有很多设计感 当然我觉得 会有点点错觉 它确实 因为方合的事情 都会和路虎很接近 它确实有点点 像路虎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 它可能 有自己原创的属性 所以你看 它的尾部的时候 没有各种崩挂之处 设计的时候 非常简单 尤其一下 我们也说过 它的尾灯的设计 也刚好 很有感觉 它并不是 采用了高尾 它有横裂的这种状态 其实有点点复古的感觉 大家就知道 这个横拍 车车灯的 特别有复古的感觉 尤其它是一种 两个H的表现 特别有感觉 当然我说到H表现的时候 也说了 它灯亮起的时候 特别像 两个狗骨头 或者像两个哑铃 反正后车 要跟着它走的时候 是有点小压抑的 虽然这个车 在看起来 非常有现代感 和未来感的 但是它有建类 很多的复古要素 设计方面 是用了很多的心思 这点是非常重要 这边也 看得到 有多的一些路 已经被 你想去那里面吗 开始它 哪都敢去是吗 哪都想去 我觉得 勇气是可嘉 但是我们现在还要注意安全的 因为毕竟是单车出来 像我们现在出行的方式 单车出行是比较普遍的 多数情况下 很少有 还有大家团队出来 单车出行其实更自由 更隐私一点点 所以说 单车出行的时候 就要想注意 这样的地方 我们一定要找到那种 路要非常靠谱 但是 有一定的越野性能的车才可以 我觉得新城大 就属于这种单车出行的 绝佳选 也很舒服 往了空间足够大 想去哪玩 其实每个都能满足 没想到在大海道 我们一个 承载式车 甚至车型 在这走 但是一定要记住 一个超级固定的稳定 才是重要的 咱们在看车的时候 也各方面要 细节方面也去品一品 当然我们要看着细节 来 这车有一个 很有意思的一个点 很多人也在去评价 这个点是怎么样 它可以按下去以后 直接搬在这里可以上 当个楼梯来使用 但是我觉得很多人 常常对它的解释 有点偏颇 我把它放弃 有点偏颇 因为这个表现 其实实际上 仅仅它的作用的 迥入一毛而已 因为我们车上 需要一个安装位 它是独立的安装位 也就是说 有这么一地儿以后 可以做更多拓展 大家能理解吗 这个位置非常重要的 它可以做更多拓展 但是我们正常玩车的时候 这个地方需要打孔的 对不对 我需要做过种的 对于车里产生重创的改装 而这样 它给你留出预装位置了 只不过现在 只是一个爬楼梯的一个装置 如果你要改装 情况下 只能把它拆掉 换到一个你需要装的东西 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发光空间 因为一边一个 就随便发挥了 所以非常有意思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 它是一个 仅仅是个爬梯子的 一个小装置 其实它有很多发光空间 还有意思 哪里它有排水孔 有排水孔的作用 在哪里 它因为这样 它在机器打开的状行 它也不会向你积水 排水孔你也知道 这就可以做很多的改装 使用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排水方面 做一些其他的方面 更多拓展 非常有意思 所以我觉得它细节方面 还是做了更多的努力 我们这个车是个高配成员 但它没有踏板的设计 很简单 非常速的车的表现 就是非常有意思 当然我们这个车 我觉得它适合于 它是给了改装很多富裕空间 比如说这样 把你看那么一车 觉得还是看 偏向于素雅一点点 并不那么一眼炸的感觉 但是如果说我们车 稍微的加一个套件和改装 你发现它就觉得特别合适 之前我说过 我觉得对于放盒子车型 很重要的事 不要特别高了 因为你要给自己上边的空间 留出更多改装空间了 比如说我们装个顶杖 还是装一些可以载屋的空间 它就不要特别高 只要空间够用就行 正因为采用这种承载式车身 它的内部空间变大之后 它也不用车身做特别高 如果上面装一些 我们需要带的物资 或者是帐篷的情况下 我们在走的过程中 它也比较安全 当然了它也是采用的是 前后两个分体式天窗 它也不是咱们过去和认知的 一个大的一个贴幕 它是分体的前面有一段 后边一个 这种天窗好说 大家都知道 它可以作为和顶部的空间 互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事 说我们前排天窗之后 上面有一个顶杖 对不对 这样不管在车下面休息 还是在车上面休息 也很安全也很方便 这样通过天窗 你可以进入车的上部 分体式它有更好的支撑度 当然我觉得每个细节 都会看到这个车 在各方面还是不错 但是车唯一的 我觉得美容不足 因为这个车 它都用个超级大的轮毂 当然在整装上 看起来也非常漂亮 但如果真的出来玩 我觉得可以选一个 稍微小一点的轮毂 这样它的舒适度 它的耐造性更强 高到百分比 可能耐造性没那么强 但是外观特别好看 如果平常就只在城市走的 还可以 如果说你真的出去玩 可以装一个AT轮胎 换一个小点轮毂 那就玩法更多了 这也真的很不错 现在我们真的是 车有一定的 脱汇能力 底盘够高就可以了 没必要 非要 要那种特别硬的感觉 其实我们今天走这路 已经足够可以了 还要怎么样 完全可以了 OK 我们来到前边 两两个设计上 也是有它自己独特的特点的 它也分两款的设计 因为是高配和低配版的 前脸是有很多的区别的 这也是我们在众多车型里边 为数不多的 能够让你感觉出来 我车是高配和低配的事情 现在确实很难受 因为价格空间都可以拉得很大 认可一车型 低配和高配能差出 十几万左右了 但是低配高配的 有时候看不出什么区别了 但可能内核不一样 有的动力是小一点 有的动力大一点 和有的振动化配置 但是那些东西 并不能在外观上 直接的看得出来 有的挺多 后边加一个小小的字母 而这个车就明显告诉你 我的车是低配还是高配 这样的情况下 在你后续的车的置换 和升级方面 你会保证 我花更高的钱 我车会价格会更高 现在中处情况 是出现什么情况了 就是买的是高配 但你置换的时候 或者说去做二十分卖的时候 它按低配价格给你算 其他东西都是算送的 所以我觉得车型 在随着不同的级别 或者高配和低的分级以后 它的外观做出变化出来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 你只要买高配 那可能就讲出 更高的价格会去保值率方面也很重要 所以说有点意思 所以尤其像颜色方面 还是外观设计方面 细节的差异还是很重要 当然它的高配和低配 区别并不是特别的明显 更多还是整装的状态 还是保证在车上 比如说像它分座椅的布局也不同 比如说它也分五座版本 七座版本 当然我更喜欢它的 这个六座版本 中间的大座椅 其实你们可以网上搜一下 我们现在选车的时候 有几个可以是223 或是222排布局的车型 价格控制在20万一里的车 你选一选 到底有几个品牌可以做到 有一定的影响力的 能够可以选的 没说不多 也正因为这种状态 你看发现没有 往往这种223或222的 布局的车型 都卖得非常不错 当然我们说的混动车型 就是理想的车型 它的L9 它就是223的布局 对不对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车型 包括普拉多 它也是一个223的布局 都是卖得非常不错的人 或者关注比较高的车型 都喜欢这种状态 因为我们从车外看 是个SUV上车 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MPV 这就很有意思 因为我们现在 对于223R的布局的车型 觉得大家吃些图省事 只是在五座基础上 加了个两座而已 但是可能对于后来的 真的是对后排座椅 还是在中间座椅的舒适度 还是向下车 这个点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车可以讲的就是很多 OK 我们关于这个车 我们说这么多